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活動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然後去年我們有參加它的殺雕的部分 所以今年就是有馬戲團的展覽 所以我們就馬上就是第一時間搶票 孩子一開始有點害怕 不過後來藉由大家 在各個大姐姐的一些創意的發想 讓孩子漸漸的漸入佳境 這個親子工作坊的設計 其實它是從一個藝術家 不開始藝術家的創作理念開始 比方說像Alexandra Clouder 她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美術的動態藝術家 就是她是動態藝術動態標示家 所以她其實從動態開始 所以有一些活動是讓孩子其實一直體會 身體上面的動態甚至還有色彩上面的動態 她很有名是她只透過她的線條 所以她其實可以運用很多的東西 其實讓孩子通過線條的一個轉變 然後來認識她 她其實她的還有大面 大面積的幾個色彩 去讓孩子去接觸 從點線面開始學習 其實她是有一點科學的理論在裡面 還有要有大小重量 所以對大一點的小朋友來講 還有包含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風向啊力道啊 我覺得其實都是蠻好的 這個大一點小朋友會有平衡的一個概念 還沒有來過媽咪我覺得 來這邊可以有更大的啟發 是其實很多藝術的素材 在你日常生活中是隨手可的 不需要特別去經過畫畫的課程 小朋友她是最懂得找尋她素材 然後可以做 而且每一次做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 謝謝キ بت畫面 的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